大家好,欢迎收看社长游街市 门鲜 门鲜是吗? 不是 怎样买? 这大一条 88元一斤 88元 大一条有多大一条? 那条是吗? 三斤这条应该不够 哦 88元 看看 你更吃吧 上次吃这一只都好吃 平时56元 是吗? 是啊 每个都没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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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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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鲜很小条 这些是拔毛骨 拔合鲜细 这些一斤一斤一条 对啊 一斤一斤一斤 很费 味道就好 很麻烦 很多骨 很幼啊 如果你这么小条骨 这些是 合鲜细的骨 嗯 嗯 那些小朋友不懂吃 小朋友不要给你吃 是 这些大条就可以 起骨 对啊 这些就不行 小朋友不要吃这些 你跟这一只 这一只 来 干什么呀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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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斤一斤就没了 就三斤就 两斤就 一斤就 一斤就更小了 是呀 这些很难搞 嗯 漂亮啊 没有开啊 大牛屎 是啊 两条亢镰 伟多开条老鼓班 是啊 也是吧 就是老鼓班啊 大厦 是啊 是啊 嘿嘿嘿 我一條坑簾一條釘 都好大條 弄了這兩條 現在算了 不要踩 兩條請給 什麼 這些都好食的 炆了 放血 好啊 放血 放血 石蟹好食 放血 這些就夠肥了 夠美了 我收買好東西 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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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好遠 拿上手好像撐好遠 當然 兩隻 只有兩隻 好啊 這裡收你180元 好啊 哎呀 你叫有些東西 四圍都沒有 四圍都沒有 這些貴呀 太貴呀 很多人都沒有 是吧 貴到也免得拿回來 賣完期間 是啊 你買回來養 自己養著 哈哈 買回來自己養 好啊 好吃 了 好 好 今天購買了幾樣東西 回來處理花鴿 有些淡鹽水浸一浸 它就會吐髒東西出來 浸起碼一小時 這兩隻石蟹 其實石蟹有三隻 剛才我拿到一隻 背部兩點都是一種石蟹 食味和這隻很接近 這隻鋼很重 鋼很厚 鋼很難吃 這兩隻都是鋼 之前吃都很肥 肉很實 先洗一下 以前的石蟹很便宜 小隻一盤幾十元 但今年也沒辦法 小漁民出海 每樣樣都貴 現在的石蟹都很矮 這些超過百元一斤很普通 外面有些大小 賣到百四百五一斤 先洗一下 筷子 一插 便死了 基本上如果你放進雪櫃去冰 其實會冰暈 不便死 一解醒 鋼水一沖 便會動 很多時都會動 多數都是這樣 一下 快漂亮正 它又不辛苦 我又不辛苦 這樣真的 好 完成 你看看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刺得正 因為原來刺不正 它還很生猛 待會你一解醒 你被刺到 你便麻煩了 好 看它已經不動 完成 先買一隻 這些一下村心 其實死得更快 雪著它 其實都是一個 虐待 我覺得你這樣一下就刺死它 跟湯魚一刀一刀 搞定它一樣 比較人道 刺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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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地方生活,那些真的很多時候整身泥 那時候我買過那些 馬格拉蟹回來,真的拆到我傻了 只洗蟹,洗了幾兩小時 這些就比較平均,乾淨很多 好,搞定了,下鍋蒸 煮熟了之後,我就放進冰箱,整凍一下,晚上才吃 這些尺寸就蒸了12分鐘 好,搞定了,很高的,你看,嘴巴都爆了些膏 搞這幾條魚 這條就坑黏,上次可以在西貢買過來吃 這條就小一點 這個坑黏,挺好吃的 它已經剪掉了毒刺 這裡還有少許,剪掉了,不小心刺到很痛 手位也是有的,三條刺 這些就是鵪釘 鵪釘一樣,三條刺 背脊一條,兩邊旗有一條 這種呢,更毒過坑黏一點 讓它刺到,變成了豬手 這種呢,有味的 剛才你看到的坑黏,是尖的,沒有味的 整條銀色 跟淡水的臉魚很相似的 大一點就叫它做赤魚的 有些人 已經剪掉了 開了一條套,因為剛才忘記的形 洗一洗它吧 你看到這塊有塊膠 這些海簾都會有的 這些坑黏和坑黏都有一塊膠 很好吃的 這條有春的,它的春很特別 好像三文魚子一樣 一粒一粒 不知道吃到什麼味道 先把它留下來 你看看 好像這麼大粒的,很少見到這麼大粒的春 這個膠很肥 這條蒸熟了是很香的 這條蒜頭豆豉炆 看見有些花甲在這裏 我之前試過用別的魚做的那種 用些花甲加些蕃茄這樣炆 都蠻好吃的 這條蒸熟 直接不用加鹽 只要靠花甲的鹹味 這樣做 斬開一條套 準備一間製作 那些春呢 就脫掉了層衣 先把它撈出來 先把它撈出來 看起來很漂亮 好像三文魚子 撕好一碟 樣子很漂亮 那些花甲都浸了一輪 很新鮮的 我看到一隻都會動的 噴水噴到四圍都是 有時候浸這些 用東西蓋一蓋就好些 因為之前我試過 都是這樣浸 忘了蓋 噴水噴到四圍都是 好,再沖一沖 先把它撈出來 剩下這盒出來 用來蒸蛋 不知道為什麼 最愛用的群組 每個人都做過花甲蒸蛋 我都不撿住 所以先把它撈出來 這裡放了四隻蛋 因為有些很小隻的蛋仔 先攪拌均勻 然後就蒸了花甲 開口 完成 剛剛開口就好拔起 要不然太太熟 就很老了 然後將它一隻拔開 只留在有肉那邊 另外那邊就不要了 蒸完花甲 加你底水就是用來蒸蛋的精華 靠這些 蒸蛋就會很香 花甲或是顯味 好,撕完這隻 完成 那些水 隔一隔它 花甲水 攪拌在蛋上 基本上蛋和水 的比例是1比1.5左右 然後攪拌均勻 這樣就可以蒸了 蒸蛋記得用慢火 千萬不要開大火 用慢火蒸 蒸5分鐘左右 就可以了 好,完成了 那些花甲如何 那些花甲呢 那些花甲呢 我逐隻插上蛋 在蛋上 插上蛋上 做好看 放些蔥花焗一焗,完成 豉油也不用放,花甲有鹹味 接著炆魚 煎一煎 煎至差不多煎一煎,像煲魚湯一樣 煎到金黃色後,加點水 加了水後,加點花甲 放進去 花甲不是一邊炆到尾 而是炆到一開口就先拿起 很差勁,花甲會很硬 不要吃,一定要亂 再加一個番茄 把番茄放進去 蓋上蓋子,等花甲熟 其實很快,一開口就要看著它 一開口就要撈起 好了,完成了,看到花甲開口 立即開蓋子 夾上蓋子 已經放進去湯裡 已經很足夠的味道 炆少一點水,讓它 稍微稍微醬汁 已經夠了味道 完全不用加鹽 不用加糖 我試一下味道 很棒 像番茄魚湯的味道 但是有些花甲的鮮味 很適合 很適合 接著我直接放些粉絲 吸一吸醬汁 吸一吸精華 粉絲真的很配合海鮮 蒜蓉粉絲蒸任何食材 煮到魚湯 用粉絲吸一吸精華 很美味 好,差不多了 最後放些花甲 煮熱一點點就可以吃了 否則老了 就不好吃了 最後放些蔥花 完成 先嘗嘗花甲蛋 先嘗嘗花甲蛋 蒸得很美味 吃下去 很香的花甲味 有鹹味 不用加任何豉油 很鮮甜 很夠味道 先嘗嘗花甲 這些花甲 其實都不錯 很爽 又有鮮味 有鮮味 不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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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嘗花 不妨 嘗嘗 不妨 嘗嘗 不妨 不妨 在蛋 接著 嘗嘗 這個魚 這個魚 我也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花甲 番茄蚊 暗釘坑簾 嘗嘗 先嘗嘗粉絲 粉絲吸出精華 一粒鹽 一粒鹽 都沒有加過 靠花甲 釋放出來的鹹味 但已經很夠味道 有少少酸酸的 蕃茄 帶起少少酸味 一個蕃茄 一個粉絲 其實都很配合 很好吃 其實都很夠味道 很鮮甜 好像在喝一個很濃的魚湯 但是魚湯有些花甲的香味 有些鮮味 這些花甲 其實我試過可以做很多種菜 直接用沙薑雞 然後放一些花甲 炆起來 有些花甲味的沙薑雞 很多都很好吃 下次試給大家看看 每個人都要粉絲 每個人都先夾粉絲 好 接著試試 這是鵪釘 鵪釘的肉 鵪釘的肉 比較實 一定是這樣炆 就比較好吃 蒜頭豆豉蒸 也算是可以的 清蒸就不可以了 它的肉 味道比較淡 和實 其實我覺得 坑蓮比鵪釘更好吃 坑蓮的肉 比較嫩滑 鵪釘的肉 比較實 沒有那麼鮮 但是它很耐煮 用來做蒜頭豆豉 炆 像現在這樣 用來炆一些花甲 其實都可以的 因為肉炆了也不會散 試一下這塊膠 其實是全條魚最好吃的地方 這塊膠很棒 很彈的 這個去過扣 扣也挺爽的 挺好吃的 這些是便宜的 四十多元一斤 買幾條回來 炆一下 你不喜歡用這個方法 蒜頭豆豉炆 這個吃起來鮮味 這個吃起來鮮味 多一點 這個就是坑蓮 坑蓮的肉 看起來鮮味 都比較嫩 嫩滑 比較嫩滑 魚味重一點 我覺得坑蓮是好吃的 最後吃完這個冷的石蟹 這兩隻石蟹真的很聚手 拿上手 十幾兩隻 老闆收買這些好東西 打開 幾好高 有些少許蟲皮 有很多層 可以買這個 看看幾十肉 滿了肉 這隻蟹 這樣做凍蟹 真的相當不錯 不過那隻鋼 真的很難搞 我都真的進去找鋤仔 再找個刀柄 硬撥爛它 我才吃到的 很實 今集說了兩樣用花甲做的菜 其實花甲做很多味道 都適合 像我剛才說的 用來做雞 都好吃 因為它會滲出鮮味 和鹹味 完全不用加鹽 如果用了花甲 之後 好像放幾粒鹽 一堆花甲 就當成了鹽 就可以 帶出鮮味 遲些 再用花甲做多味道 做多些不同的菜 給大家看看 今集差不多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不妨按個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 拜拜 謝謝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